晚上好 马上来看今天晚上有哪些焦点新闻 首将莫丁宣布 总值150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 援助配套 M40群体这次也有钱拿 水中疫苗供应是否出现不足呢 凯里回应 希蒂玛丽亚继续坚持立场 扎西弹和查西迪谈巫统 内容似乎都对准了阿姆扎西 想要掌握百个精彩内容 欢迎你订阅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晚上好 我是威敏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水江木有丁今天宣布 总值150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 简称复苏配套本木类 当中包括政府直接注入100亿令吉的拨款 意味着自我国爆发疫情至今 政府已经推出共8个总计5300亿令吉的援助和刺激经济配套 而这还不包括总额3225亿令吉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 那在这一次的复苏被套当下 赤贫B40的家庭和单身人士依然可以获得援助金 而这一次M40家庭或者是单身人士也分得250令吉和100令吉 其他措施还包括政府将会在10月份派发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给失业人士 工资补贴计划4.0不再设薪金顶限 雇主可以申请600令吉的工资补贴 政府同意向每一名国会议员拨款30万令吉 包括在野党议员在内以推动食物篮计划 向受影响的群体实施食品篮子援助 接着换个焦点 外界指控经济领域特别是制造业 是我国每日确诊病例依然高起的原因 对此贸工部长阿兹敏就表示不认同 因为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单日新增病例当中有高达75%都是零星病例 而这意味着病毒已经存在在社区当中 而这意味着病毒的数据 但是整个数据变成了良好事 的数据变成的对策略 在社区费用和发展 数据变成的对策略 是5-10%的数据 所以不可能 这些数据变成了强度 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 阿兹敏也表示 当允许某些经济领域开放的时候 就代表着它会有一定的几率出现确诊病例 因此政府要求所有人一起合作 严格遵守SOP以打赢这场抗疫战 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和协妇女及家庭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希蒂·玛利亚昨天称 州内疫苗供应量不足 如果在无新的疫苗供应 几家疫苗接种中心在未来数天将被迫停止运作 更要凯里在供应课题上不要撒谎 否则彼此将会变长 对此被点名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今天就做出了回应 表明全国各州属的疫苗使用率都超过了80% 雪州的疫苗使用率只有76% 疫苗供应是根据各州的接种能力来分配的 而他本身两周前获得雪州大臣阿密鲁丁的证实 雪州6月的单日接种率是4万剂 因此凯里表明 不知道希蒂所说的单日接种超过8万剂的数据是从何而来 至于希蒂 她今天巡视接种中心的时候只是来去匆匆 记者无法当面询问她疫苗接种的课题 不过她较后也发文告回应 坚持雪州疫苗供应不足的立场 表明雪州有能力每天未超过8万7千人接种 但供应不足 如果全面施打疫苗 只能够撑多两天 她补充 所以目前每天的接种量只有超过5万3千人 目前的库存大约为23万5千剂 最后来关注巫统的消息 巫统党选被推迟 最长18个月 对此巫统亚楼区国会议员沙西弹 在接受《阳光日报》访问的时候就主张 巫统党选理应更早举行 以解决巫统内部尤其是党领袖的危机 她表示 虽然她遵从巫统展颜党选的决定 但既然可以要求国会提早召开 那么她认为党选也可以提早举行 另外巫统巴东勿煞区部主席兼最高理事查西迪 向《前锋报》透露 她是25名签署法定声明 以支持外交部长西山穆丁 作为巫统发言人的其中一员 查西迪也相信 阿姆扎西是因为副首相的职位遭到拒绝之后 才转向靠拢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任相 而上述两人针对不同课题先后表态 似乎都对准了阿姆扎西 政坛也在掀起扎西主席位不稳的传言 那么今天的大世纪到此 感谢收看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 本期百个大世纪是由双A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双A学院现在开放放明中 别错过今年7月入学的机会 更多详情 请订阅点赞